针对环境保护议题 高雄市议员李雅惠在议会质询时 提出数据指出高雄一般废弃物的清理概况 为六都的第二名 而民众在资源回收的工作却没有落实完全 厨余往往都会丢进一般垃圾 因此他希望参观单位能够协助宣导 加强民众的环保观念让垃圾再减量 在资源回收的部分 这些也做得没有落实 其实这个我觉得 我们如果没有在一些比较积极的作为 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跟上这个国际的脚步 高雄市的这个垃圾分类并不是做得很好 其实从数字上来看 尤其是在这个厨余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量 回收量真的是超级低 一个月才只有两千多公顿 这样子的量其实是很低 那大部分的民众可能是平易行事 就直接把这个垃圾丢到一般的垃圾 那其实在这个厨余它其实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再生能源的一个来源 所以如果说能够善用这个回收的一个落实的话 我想未来我们才能够朝向这个2030或者2050的这个近年排放的这个一个目标 李亚会也提出厨余以及资源回收其实可以产生再生能源 因此也希望高雄能够朝向这样的目标来前进 此外针对左南地区人口暴增 锦销资源是否充足 李亚会也希望相关单位能够赶紧调配人力来降低服务比 我们左营跟南地区我们拿到的资料其实都高于全国的这个服务人口的比例 而且是一倍以上 那这样子的话我想我就很理所 我们也可以想见就是这些锦销人员 他们平常的业务量的吃重 所以在这个部分就是今天特别提出来 也希望说警察局消防局针对这方面的人力的资源的配置能够再帮忙做争取能够提升 李亚会在总之巡时也提出了许多民生及环保议题 期待透过各界的努力让城市环境以及民众的生活品质越来越好 记者李嘉龙 潘文玉高雄报道